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到这里我们不免好奇 这样可以随意根据武器转变职业的游戏 装备又该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五级天下中的装备系统 五级天下的装备系统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它摒弃了传统游戏模式中装备需要等级才能穿戴的设定 这样也就意味着 即使你是个一级的小号 也可以穿着神装 当然啦 这一切还需要拥有个足够强大的后台啊 装备系统介绍 五级天下的装备获取跟其他的游戏一样 都是从密集户本中获得 在游戏前期就可以从户本中获得大量的装备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多余的装备当作没用的废品卖掉或者丢弃掉 在五级天下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价值 即使是平级低的装备也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你可以用这些用不到的装备提升你身上装备的属性 这个功能是强化中的装备培养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让你不会浪费任何一件装备 毕竟双密集副本什么的 即使不费体力也费精力啊 而这样的系统设计不仅不会浪费装备 更会快速提升玩家的战斗力 让新老玩家之间的差距不会变得非常大 装备培养介绍 装备培养的主要意义是将其他装备上合适的属性移植到需要强化的本体上 因为每件装备都有零至八条不等的随机属性槽 这些随机属性是不固定类型的 玩家可以在多达14种的属性中找到最合适自己成长和战术需要的 那么如何正确使用装备培养呢 首先你要找一件决定培养的基础装备 再找一件强化用的装备材料 需要和准备强化的装备同一个属性 如帽子对帽子 墙对墙 这里的装备培养是不更换基础装备的属性类型 而是将一个数值更高的属性替换过去 简单说就是把材料上你需要的高属性替换到决定培养的装备上 而且不同的属性之间也可以替换 你可以把你不需要的属性替换掉 换成一个对你更有用的属性 让我们每件装备都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我们的实力 随着我们等级的增加 我们的装备上的属性槽也会增加 这时我们的装备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属性加成 属性槽的增加也使得我们从装备上获得增益得到更多更复杂全面的提升 这时候选择也会更多 各位小伙伴可千万不要挑花眼哦 而且在装备培养成长时 本体的评级也会相应的得到成长 例如说将一件橙色装备的属性移植到白色装备上 那白色装备自然就获得了橙色装备的评级 强伙伴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最后还在用白色装备了 五级天下的装备培养系统独树一致 它让游戏装备的获得和提升不再单纯的靠打高级怪 保高级装备这一条路 还增加了装备属性的可变性 这就让游戏中的玩家们不会出现两件一样的装备 因为每个人的装备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培养的 每个人的培养方向不同 最后获得的装备也不会一样 这也增加了游戏的变数 游戏的可玩性就是在这点上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用装备来养装备可以说是这款游戏的一大亮点 不但能够移植装备的高级属性 还能够吸收高的装备评级 拥有按照自己意愿培养的装备属性不是梦 无论土豪还是平民都能来的随意洒脱 话不多说赶快去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啦